大家好,我是五叔教练小翼 相信大家呢,已经在家憋了很多天了 那么一定要坚持住 千万不能说憋不住了 我出去上商场里转一圈 你去人多的地方,说不定碰到谁就把你给传染了 那么千万不要给国家再添麻烦 那么我们在家呢,也要做一些适当的训练啊 今天呢,就来教大家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呢,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你也可以边打游戏来边做的运动 在家呢,我们除了适当的休息娱乐 一定要有适当的活动啊 这样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利益啊 免疫系统啊,才会正常的运作 教大家一个什么呢 俄罗斯转体,这个相信很多健身的朋友都知道啊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去做这个动作 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上,我们在看电视 对吧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啊 我后背稍微向后面倾斜一点 然后把腿抬起来 对吧 我们的腿呢,抬起来 然后呢,我的手啊 在我的两边这样去转 这个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这个腹直脊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前聚脊 如果说手上拿点这个重物呢 也是可以的啊 把腿抬起来 然后 好,慢一点啊,不要太快 我们可以分组去做 一组二十,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去 啊,决定你做多少 然后呢,分几组去做 分四组,或者分五组都可以 边看电视,我们就把边把这个动作完成了 那么我们躺在床上呢 也是可以做一些运动的 比如说我们平躺在床上 手呢,放在我们的这个床上啊 或者是你手里里拿着游戏机 电视 拿着手机在打游戏 都是可以的 做一个倒着我们去登自行车的一个动作 平躺着的啊 这个我就不平躺给大家做了 平躺着啊 这样去做 这个呢,你稍微斜一点这么做也可以啊 慢一点啊 我们去做这样一个 像登自行车一样的动作 那么这样呢 啊,也是锻炼锻炼我们的这个腹部肌肉 啊,如果说大家 啊,出门去超市买东西 或者是干什么呢 可以带上我们的这个纱带 啊,我每次去超市采购呢 我都会带上这个纱带 这样呢,我们去 你走这么一趟 也锻炼了我们的腿部肌肉 有一个负重的这么一个锻炼的机会 那么我们在家休息的同时呢 一定要稍微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不要每天都是躺在床上打游戏啊 这样头肯定会 啊,越看手机越疼的 啊,出门呢 一定要戴上口罩 一定要减少出门的次数 回来一定要马上吸收 希望我们这段时期呢 千万不要长了一身肥肉 那么,祝愿大家在休息的同时呢 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身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